你是不是弹仔谋信 或者刚刚接触弹仔这个游戏呢 那我强烈建议你 一定要玩一下这张新手并玩地图 来一口绿茶 看它的游玩次数 140万 就知道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 那为什么它适合新手呢 因为它在跑酷地图里面是最容易的 就算是新手也能紧紧索索的过关 进入地图 它会带你来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明月 太阳 还有天空 绿色小清新的配色 还能让人更加舒服 给每一位新手带埋藏一颗美的种子 我们前面一共有三条道 传送带能够带新手 更加便捷通过 方块通道 能够让新手更快的磨练技术 直线通道 能够让新手锻炼自己的集中注意力 在还没开始跑酷之前 直接给你来个全身按摩 这待遇就只有新手带才能体验到 之后踏上传送带 让你体验三秒通关 过关之后 作者怕给我们新手带的按摩不到位 又给我们准备了一套全身强力马刹剂 就这服务老玩家看到了东奥 我是老玩家 我泪流满面 看吧 直接把老玩家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这种服务在其他地图可是见不到的 一番全身心的按摩之后 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跑图之旅 第二关 选择方块 这关能教给我们很多道理 什么三长一短选最短 三短一长选最长 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向前冲就对了 要是遇到挫折 大不了再来一次 这不 这地图已经被我们顽强拼搏的精神 给感动到了 直接越过其他关卡 把我们送到了终点 但是这其实是另外的考验 赛文师嘛 颜值非福 遇到一件好事 也有可能是一件坏事 就像我们前面有五上一模一样的传送门 如果你是新手的 你会怎么选 我知道了 绑拉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 必须认真审计 看旁边有个五选一的字牌 五上门选第一上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字都是重途往右 依次就是一二三四五上门 所以我们应该是选最左边的那上门 当然是乱选啦 连我这种老玩家都不知道 新手怎么可能知道 哼 又被传送回来了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我们继续向前闯关 这伙作者带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小型搏击俱乐部 你可以在这里言喊唱淋漓的感觉 看着各种道具满天飞 就知道这里麻将虽小 但五脏俱全 效价肯定不低 只有当新手才可以体验到 老手就算是想要花蛋壁体验 都得排号 下一关走走木桥 这个作者还贴心的给你放上了加速板 能让我们更快的到达对面 什么 你说你被作者打了个大壁兜 那只是人家作者 想跟你记掌 你没接住他而已 最后我们会通过封圈 体验一把飞翔的感觉 再越过一排 又好吃又好玩的 弹弹果冻 顺利到达终点 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试过了 这五扇传送门都是假的 作为一个新手弹架 这是一关必经的路 那就是找传送门 可以利用相机 观察到我们看不到的位置 那就在这个 赤克黑板后面 进入传送门之后 就能顺利通关 那么作为新手弹仔的你 一定要来试一试这张 新手臂玩地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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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